看看今天的洋葱木耳 这可是我前女友她妈妈教给我做的洋葱木耳 尝尝怎么样 怎么感觉味道不太对啊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腊月24了 这让我想起来 几年前的一天 那也是腊月24 那是我第一次 跟我前女友一块去她家里 去见了她妈 然后当时她妈给我做了一道菜 我印象非常深刻 洋葱木耳凉拌的 当时我觉得非常好吃 我就问了一下是怎么做的 今天我准备把这个洋葱木耳重新做一遍 先把这个木耳浸泡一下 加点热水进去 把这个洋葱切一下 掐头去尾 一分两半 这洋葱都有点发芽了 洋葱切成丝 一小把木耳竟然泡出来这么多 满满一大碗 放到这个锅里面煮一下 这木耳现在煮熟了 盛出来 煮好的木耳过一下凉水 搞到碗里来 把这大蒜切一下 切成末 搞到碗里来 起锅烧油 炸几个干辣椒 把这个辣椒油搞到碗里来 这个辣椒油泼到这个大蒜上 好香呀 现在来调调味 来点小酱油 我去倒太多了 来点醋 来点海质盐 来点味精 忘了放糖了 现在再来点糖 洋葱木耳调好了 现在接点水准备煮面 水开了 今天吃这个白象猪骨汤面 青菜包 高汤包 全部搞进来 加入一个鸡蛋 这个猪骨汤面 闻着就特别香了 这个汤汁也特别的鲜 关火 看看今天的洋葱木耳 这可是我前女友 她妈妈教给我做的洋葱木耳 尝尝怎么样 先来一口木耳 怎么感觉味道不太对啊 吃起来倒也挺爽口的 吃起来也凉凉的 但是怎么感觉 是不是因为少放了香菜 嚼定不太好 吃起来 吃起来也挺脆的 行就这样吃吧 配上今天的猪骨汤面 好吃 猪骨汤面 难道不喝汤呢 来口汤 好喝 拌一拌拌 我怎么没想到呢 吹半天那么热 还不如在这个汤汁里拌一拌 这不是一下就凉了吗 可能放的醋有点多 比较酸 第一次做这个洋葱木耳 还算成功吧 以后再改进改进 再搞点小米辣 搞点香菜 再来点花生米 然后再搞定 非常漂亮 很重要 很酷